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只很套心 因为你看我觉得129这个色号 在这几只里面还算比较红一点 我觉得女生应该会喜欢红一点的颜色吧 我现在其实会说它的色号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看看试试看 马上把这一只相应的选出来 一个是日落色 124 刚刚我们说了你穿哪一只的时候很高 129 129号是日落色 好 小课堂开课了 129号色是日落色 124号色是日落色的 这一只只是美国科普派 它是比较安全感 安全感 对 OK 小课堂又开课了 124号色是安全感 最近嘛就是看到你一直在上评论的信号 也看到你一直在上评论的信号 那请问现在做下的一些笔记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送口红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送口红 你可以搭配点别的小品牌去送给它 不需要的话可以搭配 奶盖水 上下记得要搖云 然后在华庄面上倒下一个硬币大小的 然后轻轻拍或者轻轻擦拭 你一摇二到三上 我觉得好专业啊 真的不愧是大事 也得做工作 我觉得这些小技巧当中 有一个是要给单身会主的 这种一个哦 快速的分享一点 真诚的去 去交流 胜过任何的技巧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 有几个快问快答 一个是对自己对满意的无关 哪里 双眼皮 荒岛求生会带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江泽电影票 巴黎欧莱奶奶盖水 带一个会野外生存的朋友 最想拥有的一个超能力是什么 飞行 然后如果你能够在微博上搜索的到自己相关的内容 希望最大的一个关联题是什么 霍格洛兹毕业了 之前我说我希望是能被霍格洛兹录取 现在我是希望能从霍格洛兹毕业 有两个小情景需要你用上海话来反应的一种对 哈 别赞 别赞 女神出门吃饭发现她的妆容已经发油到斑驳 你要提醒她去补妆 有没有有多怕她做皮 怕她做皮啊 哦 怕她做皮啊 有没有怕她做皮自己是特别恐怖 我过来我已经长得老好了呀 你先靠好了呀 好呀 不也呀 对啊 后期就是很真诚地把它修一下 第二个场景是出门倒垃圾 你穿得很邋遢 结果呢 在路上偶遇到了不同的女生 而且还在同一路电梯里 现在女生和你组织打招呼来 哎 小丁呢 吃到哪下啊 因为我来讲老师特别的 所以要多腿 我来讲老师特别的 当然是因为老师特别的了 但是我的觉得 大大方会承认的吧 就真的会自己很随意的知道东西 看眼镜 我戴上眼镜和脱下眼镜 这应该会像得好 好的 谢谢小丁呢 谢谢小丁呢 辛苦你啦 辛苦你啦